小剑 我今天发工资了 咱们两个出去吃的好吃的吧 还出去吃? 就你那的工资 够干什么的呀 咱们两个出去吃一顿饭 你那的工资就没有了 没事 没有了我在挣嘛 反正下个月还会发工资呀 下个月还会发工资 看见没有 石头 大山湾呢 喂 石头 什么 出去吃饭 还有好多小姐姐 行行行 一会儿啊 你把位置发到我手机上 我一会儿就到 看到没有 这饭已经来了 给你出去吃 想说什么呀 我出去吃饭呢 没听到呀 你自己啊 在家吃吧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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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杀开 你 谁啊你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花脸和一个 一天天的 也不知道打扮打扮自己 小军 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我喝多了 怎么了 你看看你 每天的就知道我要出房转 我要家转 也不知道打扮打扮自己 我和你一出去吃饭 我都想丢人 小军 你怎么能给我动手呢 我动手怎么了 我娶你这个样子的黄脸膜 我到八辈子没了 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我告诉你 我这样说你这么了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我 我看到你就来气 看到你就来气 我告诉你啊 我不亏了 来 你上一边去 别打扰我 滚啊 小军 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动手打我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嫌弃我呀 海上 foolish 嫂大人 其实他们到底会 rom成海 積城 posed 你从来 recon 老子 你看什么呢 哎呀 月月 这不是你经常买的那个号码吗 中奖了 什么 我中奖了 你不是那话 用你的手机传的呀 好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七 五八六 九三真的 我真的中了美玲姨 太好了你中大奖了 哎呀月月今天请我吃好吃的吧 美玲嫂子 真的太好了我真的中大奖了 哎呀是是是你中奖了 这真是太好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嫂子 这么好的事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小晋去 赶快回去吧我先走了 走吧走吧 别忘了赶紧请我吃饭啊 哎呀 中奖了 哎呀 不行 这小晋平是这么嫌弃我 我如果现在直接告诉他我中了一百万 他会不会直接离开我呀 我要想个办法 先骗他一下 对 就这样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干什么去了 小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坏消息 一天天的 连个好消息都没有 什么坏消息啊 今天 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你还不舒服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我在家都饿了一天了 对不起啊 我这不是一检查完就回来了吗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的检查结果不太好 这医生说我身体里面长了个肿瘤 什么 肿瘤 那不得动种乳吗 是啊 医生说了 这光手术费啊 就得十几万呢 十几万 李月月 我没有听错吧 需要这么多钱啊 是啊 医生说了 这光手术费啊 就得这么多 这后期治疗费 可能还需要一部分呢 还需要一部分 这咱家 连你的手术费都没有 那 怎么去看病啊 小军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有病了 你也得给我治呀 行了 既然你现在 也查出有病了 这咱们家 也没有钱给你看病 咱们这样得了 离婚 谁也别透露谁 什么 离婚 咱们两个可是夫妻啊 我现在得病了 你怎么能给我提离婚呢 你怎么能眼睁睁的 看着我有病不给我治呢 月月 不是你得病了 我眼睁睁的看着不给你治 是因为啊 咱家没有钱 给你治 你想想 现在离婚了 咱们谁也不当个谁 我呢 还能再找一个 你呢 就回你娘家 看你娘家 要不愿意出现给你看病 你就听我的吧 咱们呀 还是赶紧离婚吧 小军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确定你想好了要跟我离婚吗 什么想不想的呀 其实 我早就想跟你离婚了 只是一直啊 没有借口 真好啊 你这次生病了 咱们呀就离婚 从此以后一到两段 行 李小军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你可千万别后悔 给你看样东西吧 看什么呀 这个啊 是我自己买的彩票 中了一百万 什么 月月 你中奖了 还一百万 我中一百万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月月 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啊 你中了这一百万 咱们又有钱 给你看病了 走 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哎 不 月月 咱们现在啊 先把钱取出来 然后再去医院给你看病 得了吧 你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嘴脸 我就实话告诉你 爸李小军 其实啊 我压开都没有得病 我告诉你我身体里长肿瘤啊 都是不要试探你的 试探我 是啊 没想到 这结果啊 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 你怎么能这样呢 再说了 咱们结婚那么多年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呀 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咱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 你每天都是怎么样对我的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是刀子嘴豆腐心呀 月月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刚才你说你得病了 我那个态度啊 都是给你闹着玩的 对了 月月 你再出去一天啊 也累了 你想吃什么 告诉我 我又给你做去了 用不着 你做的饭呀 我吃不起 李小军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 找到你了 我嫁给你 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不过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 没有你 我这样可以过得很好 明天早上 民政局见 月月 月月你干什么去啊 月月 你干什么去吧 你干什么去吧 月月 感谢观看